你知道吗?全球首款隐身战机F-117夜莺其实是美苏联合制造的 没有苏联的帮助,F-117根本无法现世 从第一代隐身战机到如今的最强隐身战机 美国空军在战机方面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技术步点 在F-2、F-35诞生之前,第一代同时也是全球首架隐身战机F-117 70年代设计,80年代服役,2008年退役 然而在退役十几年之后,F-117又重返了美军序列 今天火力军就来聊一聊巅峰时期退役的F-117 为什么又能重返美军序列 如果以现在的技术对其进行升级,能否适应于现代战场? 1983年,一架新型战斗轰炸机在美国空军服役 大量菱形直角的外形再加上神秘的黑色涂装 这款战机的外形引起了巨大轰动 尤其是将隐身概念首次摆在了各国空军的面前 一架无法被雷达捕捉到的战机 在当时完全就是神话般的存在 而在当时,苏联的苏-27还未服役 1989年,刚刚服役的F-117就参加了首次实战 当时这架战机在巴拿马上空如入无人之境 甚至可以在数十米的低空进行投弹 1991年沙漠行动当中 F-117执行了大量空袭任务 成功摧毁了乙军大量目标 但乙军雷达却无法捕捉到这架战机 两场军事行动让F-117名声大噪 从1983年首批交付到2008年最后一架退役 F-117整个服役周期仅仅只有25年 在退役的时候 除了美国空军装备的F-2战机以外 没有任何一架战机可以在隐身方面与其媲美 这也让不少人认为F-117退役太早 而事实上F-117退役是隐身造成的 战斗力隐身能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气动布局的优化 另一个就是隐身涂层的使用 在F-117之前 美军曾在U-2侦察机上测试隐身 在U-2上使用雷达西波涂层来实现部分隐身 但在某次侦察过程当中 U-2却被苏联防空系统击落 自此之后 美国明犯仅依靠雷达西波涂层 无法实现完美隐身 于是便有了借助扁平化和锥形化设计 来减少雷达反射 后来的黑鸟侦察机就采用了这种外星设计 但经过几次实验之后发现 这种设计也并不能将飞机完全隐藏起来 研究实验不得不暂停 直到20世纪60年代 研究出现了转机 苏联物理学家乌菲默切夫 曾提出一个理论 物理演射的边缘波 认为物体反射电磁波或雷达波的强度 与体积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反而与物体主体与边缘的布局 有直接关系 也就是说 即便是一架很大的飞机 仍然可以通过设计 实现对雷达的隐身 不过这项理论并未得到苏联的重视 反而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启发 在这套理论的辅助下 臭幼工厂开始了 全球首架隐身战机的研发 于是我们看到了 B-2隐身轰炸机与F-117隐身战机 两架飞机都遵循这项理论 B-2机身虽然庞大 但凭借独特的气动布局 使得机体雷达反射面积 仅与一只麻雀相当 F-117则是通过独特的气动布局 加上雷达吸波材料 来保证飞机的隐身性的 从这一点上来看 美苏联合完成了F-117的研发 是一点都没错 如果没有苏联专家的理论 F-117也难以现实 而在体型上 F-117与F-15相差无几 但F-117整个机体 都是由直线构成 机身表面由多个小平面 组成一体式三角面锥 机前缘可以看作是 机身前缘的延伸 并采用了V型双锤尾 F-117机体平面 与锤直面的夹角大于30度 导致机体看起来很独特 但也正因为这种设计 有效偏转机载雷达的探测范围 从而实现了隐身的目的 F-117搭载两台低噪音的 机翼F-404涡扇发动机 拥有充足的推力与速度 使得F-117可以在短时间内 抵达目标区域 或者安全撤离任务区域 但遗憾的是 F-117为了实现隐身 牺牲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多面体设计 虽然能够带来隐身效果 但也牺牲了很多飞行性的 导致F-117机动能力差 基本不具备空战能力 一个横滚就有可能将机翼折断 同时飞行速度也大大折扣 这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F-117作战范围 与任务多样性 仅有0.9马赫的平飞速度 作战半径也不足1000公里 更要命的是 为了减少电磁波的发散 F-117甚至没有安装火控雷达 在执行作战任务时 还需要有机或其他设备完成辅助制导 内置弹舱的载弹量也仅有2吨 两枚2000磅激光制导炸弹 就已经是F-117的挂载机线 活力强度属实一般 此外 F-117的性价比也一般 美国空军共装备了59架 耗资超过70亿美元 单价达到1.3亿美元 虽然还比不上F-2的采购价格 但需要清楚的是 当时F-14战机的价格也仅有3000万美元 此外 在F-117执行了大部分任务当中 美国空军装备的三四代机 同样也可以完成 这样算下来 载弹量小独立执行任务能力差的F-117 使用起来非常的不划算 即便这是一架可以隐身的战斗机 等到了F-2的实弹 F-117的缺点就放大得更加明显 许多特性与功能也变得非常多余 所以美军只能选择退役F-117 但值得注意的是F-117虽然退役了 但仍未退休 至今仍在为美军服务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迄今为止 仍有45架F-117正在服役于空军 并且还将持续服役到2034年 让一架退役战机继续服役26年 显然有些不可思议 那么美军为什么这样做呢 从2023年开始 美国媒体就曾报道 空军正在制定计划 准备对退役的45架F-117战机进行维护 希望能够在2024年重启使用 并一直服役到2034年 同时计划退役 最早下线的首批F-2战机 值得注意的是 F-117战机从1990年停止生产以来 机灵最小的也已经部署了18年 然后又封存了14年 反观2005年服役的F-22战机 即便是第一架下线的战机 在美军提出退役方案时 服役年限也仅仅只有18年 这还没有考虑到一个是实验性质的隐身战机先驱 一个是定义4S标准的现代五代机 但美国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呢 归根结底 相比于生产千价 但仍未解决部分缺陷的F-35 以及维护困难的F-2 这F-117虽然气动性能不佳 载弹量也仅有两吨 但拥有F-2与F-35都不具备的品质 那就是可靠性 从1982年服役以来 F-117几乎未曾出现过机械问题 两次训练中坠毁的事故 也是因为飞行员长时间夜间训练 导致的疲劳驾驶 而在四次局部冲突中 F-117出勤率非常高 作战表现非常稳定 唯一一次被击落 也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 隐身涂层并不成熟导致的 如果经过现代化改造的话 F-117依旧可以用来预备大国冲突 并在局部冲突当中继续发光发热 而事实上 作为首款隐身战机 F-117的机身设计与材料 仍然具备研究价值 美军选择重启 也是为了在F-117上验证新技术 尽管这是老一代隐身机型 但在测试新型隐身涂层 雷达吸波材料 以及红外隐身技术等方面 仍然可以提供重要优势 美军正在利用F-117开发战机 前世红外系统 未来装备空军与海军战机 这是因为美国在设计F-117时 就强调降低红外特征 发动机经过特殊设计 可以降低分散两台发动机产生的红外信号 显著低于F-2和F-35 非常适合前世红外系统的测试 成为测试新一代红外传感器的理想目标 F-117的低颗探测性 可以用来模拟潜在对手的隐身目标 在美军演习当中 F-117经常以红方身份参与训练 协助美军飞行员和防空系统 提升对抗隐身威胁的能力 要知道 美国空军假想敌中队最擅长用F-16和F-15 来模拟苏-27和米格-29等战机 F-117亚音速的飞行特性 与巡航导弹的低空飞行模式有些相似 可以逼真模拟突放场景 以便对空军反导系统进行测试与优化 甚至还可以辅助空军 研发下一代的空中优势 包括原型机在内 这F-117一共生产64架 目前大部分都保存在美国空军的机库内 并未进行退役战机的拆解程序 比美国内达华沙漠中的退役飞机 封存中心的战机 F-117的封存条件要好得多 部分退役F-117是以3000型储存标准进行封存 这种储存方式要求发动机定期启动 部件润滑 甚至还能参与低强度的任务 确保随时重新入役 其实这也是美国空军灵活应变的一个例子 然而这架战机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要知道F-117在1990年停产 不再有新飞机下线 零部件将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取 目前美军正在将剩余部分的F-117 转移到博物馆 这些飞机都是从内华达州的 托诺帕实验场起飞的 不过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F-117将在相对保密的情况下 在内华达州的沙漠当中飞行 这与它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亮相时的情况颇为相似 那么F-117的隐身能力在当今是否仍有优势 能否继续对其进行改造 以便可以适应现代化战场呢 F-117的正面雷达反射及面积 仅有0.01平方米 甚至还没有一顶普通的头盔档 多面体外形与锯齿状蒙皮设计 还具备散射雷达波的能力 多数中低端雷达系统 难以远距离探测到F-117的存在 但是F-117的设计 针对的是70年代的雷达技术 对于有有源相控阵雷达 或L波段反隐身雷达的抵抗能力 还是比较弱的 在海湾战争当中 沙特装备的猎鹰雷达 曾在20公里内就探测到了F-117 也证明了其在低频雷达方面的短板 另外侧面与后面的隐身效果交叉 飞行姿态调整 依赖于计算机辅助 在机动性方面不足 容易被动态追踪 不过近些年来 美军对其进行了翻新 改进进气道隔山设计 可有效屏比雷达波进入发动机叶片 能显著提高隐身能力 坐舱盖锯齿处理 也能进一步降低雷达信号 除此之外 新型隐身涂层的影响 也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老旧材料的不足 在航电与武器系统方面 F-117原本设计中 并未配备火控雷达与电子战系统 可以像F-2升级方案那样 为其加装红外搜索与追踪系统 增强对隐身目标的探测能力 内置弹舱也可配备更先进的精确指导武器 比如GDAM与小直径炸弹 另外还能通过外部挂架增加载荷 不过这也将牺牲部分隐身性能 在发动机方面 F-117可以换装更搞笑的发动机 比如F-414或F-135的魔改版 加装宝型油箱 以此来提高F-117亚因素航程与任务灵活性 从而降低对空中加油的依赖 但即便如此 F-117仍将面临许多挑战 尤其是在现代防空系统方面 目前主流防空系统广泛采用L波段雷达 有源相控制雷达 以及多机雷达网络 这将削弱F-117的隐身效果 F-117的发动机尾喷口 虽采用冷空气混合设计 但现代红外成像系统 仍可能对其构成威胁 火力军认为 若是对F-117进行现代化升级 可以与现役战机协同作战 将F-117作为辅助平台 执行诱饵任务 吸引对手雷达开机 为F-2或F-35提供电子战反制能力 此外 F-117以低渴探测性 还能拥有测试敌方防空漏洞 为后续打击提供情报 所以在低烈度渗透或配合体系作战情况下 F-117仍能发挥作用 但生存性将远低于5代隐身战机 所以美军当前更倾向于将其作为技术验证平台 或假想敌训练工具 而非重返一线战场 毕竟F-117的基础条件就这样 无论如何改进 也无法达到F-35这类5代级的水平 退役不退休 显然F-117还将为美军服役数年 并且还将验证多种技术 来配合空军战机的发展 你们觉得F-117真能服役到2034年吗 美军会不会为其赋予远程打击能力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未经许和 Arli 未经许和输人 �